近期古我剧表现真离谱 相信大家近一个月以来应该看剧的重心都偏向于古装剧作品上 因为近一个月已经是上新的多部古我剧作品 不过都说作品越多 观众对作品的质量要求就越高 可以说这一个多月以来 上映的各类古装剧作品 虽然说有流量作证 但是它们的表现却是各个离谱 一点不尽人意 有些作品光是营销不错 结果最后铺接 有的作品热度纯粹高开低走 还有的作品空降播出 反而是热度口碑双丰收 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近一个月以来 市面上出现的各类古装剧作品 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部 一春花宴主演吴锦岩刘学艺 上个月中旬开播的古装剧春花宴 我相信不少朋友应该都看过几集 截止目前 它的热度可谓一般 这部剧应该说开播的热度很高 女主吴锦岩本就是上半年爆了一部剧 这一次在搭档刘学艺 看点十足 而男主刘学艺的热度同样是很高的 一是在于他在剧中的造型 确实有够经验 另外就是眼界还是不错的 开播第一天 春花宴的热度一度破了九千 但是中间的剧情很是一般 热度也下滑不少 而到了后半部分 热度有所回暖 而且也是稳住了 不得不说 春花宴的热度也是反复横跳 不过表现整体良好 有吴锦岩和刘学艺的加持 整部剧不算扑街 二 七夜学主演李庆曾顺西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李庆的七夜学算是扑街了 应该说整部剧的封屏幕前比较一般 这部七夜学整个就是一个大女主角 几乎所有的剧情都是围绕女主进行展开 这也就导致女主的演技必须要过硬 然而李庆在剧中的表现虽然说还不错 但是总被网友吐槽演技有些端着 看得相当别扭 除此之外 整部剧的质感实际上还是很不错的 另一个导致扑街的原因在于剧情进展缓慢 其中有大量篇幅都是在扑店 男女主没有实质性进展 看得让人尴尬 七夜学的热度 在前期一度是断崖式领先 甚至是霸榜十月古装剧第一 但是后面却断崖式下滑 不得不说 整部剧的剧情进展缓慢 的确是让网友气剧的一大原因 真的是靠演员颜值和演技撑起了这部剧 三 锦绣安宁主演 人敏张婉逸 不得不说 这部没什么营销的古装群像剧 锦绣安宁真可谓属于一部大爆的作品 让人意想不到 锦绣安宁也是上个月开始播出 但是前期没有任何浮夸的营销 而且只记得定档开播 这部剧的成功源于几个原因 首先观众对于他的态度很平和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结果出乎意料 其次 就是整部剧的剧情很不错 作为一部古装群像剧 剧中还融合了家庭纷争和拳某等元素 看点十足 另外 作为主角 任敏和张婉一二人的演技也是深受网友认可 作为新人演员 可以说二人扛起了整部剧 表现让人满意 近几年 古装群像剧的作品基本上很少翻车 得益于作品的整体质感 演员的选择 当然了没有过度营销是重点 这部剧的整体热度是整个十月份的第一 而且几乎网友对这部剧都是普遍看好 四 大孟归离主演 陈都灵侯明浩 这部空降播出的作品 大孟归离应该说是 今年被低估的一部影视剧作品 没有之一 这部剧的导演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就是郭静明 他的这部剧一开播 就让人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开播第一天 大孟归离的热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靠着陈都灵等人的发挥 口碑甚至不错 但是没播几集 就有不少网友开始吐槽 整部剧的热度扶摇直下 而且他还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 这两天 恰好是于书星合照路斯两大流量小花艺人 一部新剧开播 可以说大孟归离的压力不小 但是 出乎意料的事情是 整部剧的热度不降反升 后半部分的剧情也相当精彩 让网友刮目相看 总而言之 大孟归离也算实现了口碑的逆袭 毕竟开播前可是反响一般 结果却能杀出重围 不简单啊 5. 永夜星合主演 于书新丁雨昕 永夜星合目前仅仅是播出了三天 但是热度却是相当的高 刚刚开播热度就破23000 而且一直稳定增长 说真的 这部永夜星合还是很有看点的 演员阵容强大 而且整体故事比较有趣微信 刚刚开播 可能不少网友也是看不懂剧情 觉得有些另类风格 不过随着剧情深入 也是越来越精彩 另外就是演技 于书新的演技在这两天也是受到了好评 虽然说剧中人设是女反派 但是依旧还是那么的可爱 就目前为止 永夜星合的热度居高不下 而且口碑不错 还没有播完 但是后续的剧情让人挺期待的 六 朱连玉幕主演赵露丝刘宇宁 可以说 赵露丝的这部朱连玉幕 很有成为大爆款的前置 而且目前的热度非常高 作为和永夜星合同一天上线的作品 赵露丝这部朱连玉幕的热度反而更高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它的剧情更精彩 细节打磨得比较好 开播第一天 朱连玉幕的热度口碑 都要由于永夜星合 但是这部剧属于女主励志成长剧 中间的节奏会慢下来 不过 就目前为止 赵露丝的演技属于是深受网友喜爱 而且他在剧中大女主的人设也立住了 另外说一个 朱连玉幕有着不错的营销和粉丝基础 加上制作精良 可以说后续热度不会低 今年的影视剧市场 用非常卷来形容在贴切不过 从年初到现在 好剧层出不穷 仿佛是一场视觉盛宴 尤其是在上个月至今播出的一系列作品中 质量口碑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 有的作品在营销上下足了功夫 宣传力度空前 使得热度一度飙升 然而 当观众满怀期待的观看后 却发现内容与宣传不符 导致口碑迅速下滑 热度高开低走 这类作品让观众感到失望 也反映出市场浮躁的一面 另一方面 有的作品却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停戒过硬的质量和口碑 成为了一匹黑马 这些作品往往低调上线 却凭借口碑相传 逐渐积累起大量观众 实现了逆袭 这类作品的脱颖而出 让观众看到了影视剧市场的希望和潜力 此外 还有的作品热度十分高涨 几乎成为了全民讨论的焦点 这些作品或许在剧情 演技 制作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吸引了大量粉丝 然而 在这些作品中 也有一些表现真可谓是离谱 有的剧情漏洞百出 有的角色设定过于夸张 让观众直呼辣眼睛 总的来说 今年的影视剧市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 竞争激烈 好剧层出不穷 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 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二 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作品质量上乘 有的作品却让人失望 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三 口碑决定一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口碑成为观众选择作品的重要依据 四 营销与内容并重 要想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作品既要具备高质量的内容 也要有恰到好处的营销 五 黑马评出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一些作品凭借实力逆袭 成为市场的一股清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影视从业者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用心创作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而对于观众来说 今年的影视剧市场无疑是一场精彩 分成的视听盛宴 不知道对于以上这些古装剧作品 大家更喜欢哪一部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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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